聽到開門聲響 警方立刻上前攻堅 將屋內的嫌犯通通壓制 大聲後斥 要嫌犯乖乖配合 時間回到五分鐘前 警方守在住家埋伏等待時機 而裡頭的嫌犯 因為半卡不成開車賭人 時間再往前 白色轎車右轉離開 嫌犯正要準備前往犯案 雲磊上個月二十八號中午 新北中和景德街 陳姓男子幫兩人代辦信用卡 通通失敗 接著就拉蔡姓嫌犯的客戶 嫌犯心聲不滿 居然持槍掘人再逼簽本票 得首後租車逃逸 信用卡辦不過客戶又被搶 嫌犯惱羞 掘人泄憤 背後是否還有其他動機 警方還要抄絲剝繭 繼續釐清 記者林響玲鈺 新北採訪報導 支持中天的好朋友們 YouTube中天電視頻道 即將開通會員功能 傳證的邀請您 一起來加入會員 挺中天 加入會員 將實質地幫助中天新聞 維持營運 中天新聞近四百位的員工 感恩在心 而YouTube中天電視 會員功能即將上線 相關的資訊 更記錄的內容 請請關注 中天新聞直播 中天新聞臉書 以及快點TV 臉書粉絲 中天新聞 中天新聞